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关于位置与时刻关系图 位置用X表示单位是公尺 时刻用T表示单位是秒 这个曲线 这个红色的这个线就是 随着时间1秒2秒3秒4秒到6秒7秒 它的位置从0跑到了5 例如说在第6秒的时候 它位置来到了5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位置是0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它的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的定义就是 后来的位置 减掉原来的位置位移除以时间 后来的位置减掉原来的 那例如说就是用 第6秒的去减掉第0秒的 那底下的时刻就是6-0 所以这 第6秒的时候位置是5 就是0 就是除上6秒 所以这个平均速度呢 是6分之5 这个是第二小题 其实这是第二小题 平均速度 那这恰好就是它的割线斜率 那这恰好就是它的割线斜率 所以 中轴变化就是 位置 横轴变化就是 时刻的时间 那用中轴变化除以横轴变化 就是在算斜率 这条线的斜率 所以 这条线就是割线 那割线的斜率就是 中轴变化除以横轴变化 刚好就是平均速度 6分之5 那如果是很短时间的平均速度 也就是所谓的 顺时速度的话 那就是很短的时间 例如说不是间隔6秒那么长 而是间隔0.00几秒而已 这样子 那今天第一小题问的是 在第6秒末 这个点的顺时速度 那当两个点 非常靠近的时候 割线就会变成切线 就像L这一条 就是L这一条 它跟这个红色的线呢 相切与P 那这条的斜率呢 就会是 顺时速度 那它的横轴变化是2秒 它的纵轴变化是5 所以 第一小题的答案就是 这个斜率就是5分之5 按切线斜率 就是5分之5 好 谢谢同事